中越都是蓝莓流域的重要国家 互为社会主义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在蓝莓合作框架下保持密切协调深化互利合作 共同应对挑战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符合双方利益也是双方的重要共识 中越坚持高层战略引领 重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两国跨境铁路连运迈出了新的步伐 同陆海新东道乃至中欧班列实现了有机衔接 双方积极开展水资源管理合作 及时分享跨界河流水分信息 共同推进蓝莓水资源合作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 中方通过蓝沧江水电站科学调度 充分发挥调风补枯的作用 为助力越南等下游国家防汛抗旱 维护粮食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方重视推进民生领域合作 通过蓝莓合作专项基金 向越方提供了270万美元精准投向 边境贸易技能培训农业生产等会影响为当地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今年7月蓝莓合作第7次外展会成功举行 中方提出六国应该共同致于打造高质量建设 一带一路十万区 全球发展倡议先行区 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 构建更加强韧的蓝莓流域经济发展带 建设更为紧密的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 得到了各国积极响应 中越在上述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 一是聚焦发展深化武士合作 中方院同月方加快推进一带一路 和两栏一圈的发展战略对接 建立产工链共保护促机制 充分发挥经贸互补估势 保持贸易强劲增长势头 中方院推动全球发展商议 尽快在越落地 积极推进在减贫抗疫发展筹资 绿色发展工业化互联互通等重点领域的合作 助力地区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发展 二是加强战略沟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作用下 四区域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形式复杂严峻 各方一致认为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挑战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区域产工链 能源粮食金融生态公共卫生安全 中越在反对域外势力干涉区域国家内政 加强次区域执法安全合作 共同打击毒品贩运恐怖主义 网络赌博电信诈骗人口贩卖等跨境犯罪 加强双边和次区域灾害管理合作等方面大有可为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夯视民意基础 中方愿聚焦蓝媒合作六个重点方向 推动六大惠媒举措尽早在月落地 同月方重点推进农业水资源数字经济人才培养 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 提高蓝媒合作专项基金的使用效能 推动使识更多小而美惠民生的项目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两国互施 元首 共克世间 中方通过援助和商财等方式 向月方提供了5230万剂疫苗 双方中央和地方建立了联防联控机制 开创性的在边境开展核酸检测和收治合作 有效阻碍了疫情跨境传播 保障货物通关正常运行 为保持两国产工链的稳定畅通 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将包括越南在内的南美国家作为抗疫合作的优先方向 向梅宫和国家提供超过2亿剂疫苗 专门设立了南美合作公共卫生专项资金 继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 纪念峰会上宣布再向东盟国家提供1.5亿剂新冠疫苗无偿援助后 王毅国委员在南美外长会上进一步提出 实施南美公共卫生合作计划 根据美共和国家需要持续提供新冠疫苗 加强药物研发合作 建设传统医药产业基地 共建公共卫生健康体系 不久前举行的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 第14次会议上 中方又宣布了新的一批对越疫苗援助计划 我们愿同愿方保持密切沟通 共同推动两国抗疫合作 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造福两国人民 中越互为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开展经贸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国连续16年保持越南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越南也成为中国在全球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国 2021年 两国贸易额克服疫情的影响逆势增长 突破2300亿美元 据统计 今年前8个月双边贸易额接近1500亿美元 越南是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对外延伸的重要节点 参与通道合作具有进水楼台的天然优势 中越跨境集装箱班列 2017年开通以来 两国铁路连运效能不断提升 广西南宁至越南河内的中越跨境货物班列实现了一日达 铁路快通模式实现跨区域双向关东 覆盖越南主要物流树柳城市的铁海联运国际货物 集散中心建成请用 一条经过越南连接中国东盟的快速陆路大通道 业已成行 今年7月 蓝媒合作第7次外长会发表关于深化海关贸易安全和通关便利化合作的联合声明 各国外长就加快互联互通和跨境经济合作达成了一致 为中越扩大深化合作提供了新的支撑 当前双方正积极商谈河口老街铁路连接线的建设 加紧完成老街河内海防标准轨铁路项目的规划 相信随着两国设施联通体制升级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实施 中越经贸合作的潜能将进一步释放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越经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开展经贸投资合作优势高度互补 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关联 产能合作空间十分广阔 中国是越南第一大进口市场 自华进口占越南进口总额的33% 约54%的机械设备及零部件 52%的纺织皮革原辅料 40%的手机及零部件 和29%的电脑电子产品及零部件来自中国 越南在政经形势稳定 劳动力资源丰富 成本较低 外商投资政策优惠等方面有着特殊优势 日益成为中资企业投资兴业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越来越多拥有先进技术的中资企业进入越南 从加工制造等传统行业 像光伏电子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拓展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 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和潜在最大市场 拥有全球最完整的经济产业门类 越南要实现越共13大确定的宏伟发展目标 根本出路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推进工业化竞争 我们愿以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水平 对开放为契机 同越方积极扩大深化产业产能合作 力争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能源 技术设施等中国有优势 越南有需要的领域取得更多早期收获成果 完美活动机制始终坚持发展为先 民生为本将农业和简贫合作纳入五大优先领域之一 成立了简贫联合工作组 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制定蓝梅可持续简贫合作五年计划 王毅博委员在蓝梅外长会上宣布 蓝梅农业合作百千万行动计划 蓝梅薪水惠民计划等六大惠媒举措 将做大农业合作作为下阶段重点推进方向 提出共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基地打造农特优产品价值链等一系列 具体举措中方愿农业方加紧弱势上诉合作共识 中越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执政平面 中方愿将脱贫空间和乡村振兴纳入双方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助力越南实现2021至2025年可持续简贫国家计划目标 去年中国驻业使馆推动下中国外交部云南省同越南外交部和有关地方省份 成功举办了中越扶贫经验措谈会 下阶段我们将从越方进一步发挥两国制度和区位优势 继续加强在扶贫农业投资农产品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支持蓝美合作专项基金和无偿援助项目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 共同将农业简贫打造为中越在蓝莓框架下的合作亮点 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